本命误行属木 又揭露了木元素的木形人 是一位能耐勤奋和做事认真的人 并且对人慷慨又重感情 一旦成为朋友 凡事都乐意扶持和相助 但是为什么 往往对别人所付出的努力 不但得不到应得的汇报和重视 反而被对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误行的规律 木而木属性相生 然而在大自然中所有的生物和植物 在误行中代表着木元素 而在误行的含义中 木元素在人事上代表着策划和知识 接触思想的时候 令人来心平静和思维清晰 潜畅着自然法质的功能 因此在命运的走向中 如果一位本命 如果一位本命误行属木 又揭露了木元素的人 这个人的命运走向 这个人的命运走向就会由于 世草世荀和参天大事的区别 虽然世草世荀和参天大事在生命力的方面都很强 但是世草和世荀往往在摆设的方面 他们始终扮演自配角的角色 所以虽然他是一位勤奋 此时认真 个性慷慨 对人重感情 和乐意助人 但是由于本命误行属木 揭露了木元素 导致个性心愿 形成在处理人制关系的时候 过于重视感情 而表现出悠游寡断的行为 同时对人过于热心 所以很多时候为别人所付出的努力 并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和重视 反而更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的分图下 令内心变得敏感多疑 喜欢胡思连想 有时候甚至会转牛角尖 内心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 导致他对人生感觉到无奈 因此 如果你是一位本命误行属木 又揭露了木元素的木型人 懂得放松身心 减轻焦虑和压力 对你非常重要 所以经常做深呼吸的练习 有助于令你放松身心 减轻焦虑和压力 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多接触大自然 在安静的地方进行 观心自省的静坐 锻炼大脑 保持思维活跃 提高思维的清晰度 从而吸收大自然的能量 平行自身的悟行 开启人生的大运 令命运走向坦途的人生 想了解更多 有关于价儿思想的心法 有缘 我们在课程中见 最后欢迎关注UF五行明理学的频道 令你从五行以命运人生的含义中 读懂人心 看透人性 以享受重庸自在 和幸福如意的生活